汤战达 今年二月份辞职回家创业 然后今天来这里想寻求一份文案创作类工作 好 谢谢大家 其实看你的经历还挺有意思的 首先第一个我最想问的是 你是环艺设计专业 对 那你今天应聘的跟你专业没关系 我工作跟我专业也没关系 对 为什么 当时也是为了高考嘛 学了艺术 然后也没考好考过专科 后来觉得就是说对设计类吧 跟自己所想的不一样 没有那种热情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做兼职 会是去商场促销 买一些小东西 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让我很有满足感 所以做了销售 然后销售之后半年多左右吧 然后当了成人经理 当了管理者 但你即便是今天应聘的这两个职位 相差也很远 我有点理想主义 这是我的理想吧 就是真正想做的事 哪个是你的理想 文案创作类业或写东西 听说你现在还在做脱口秀 对 在家那边开了个酒吧 你自己又做老板 又做脱口秀演员 对 而且是有一个喜剧社 是十多个演员 你的脱口秀什么风格 脱口秀风格还不好说 应该算是故事性比较强吧 很多时候 能说个段子吗 听一下吗 那我可以说你吗 涂雷老师 可以 可以 没关系 就地取材吗 一个男人成功了 成功人士 他们会有什么 会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或者说logo 对吧 涂雷老师就有一个 他用自己的发际线 做了一个麦当劳的logo 这是麦当劳啊 这叫美人间好吗 还可以是吧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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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有点猛着 我从幼儿园开始就被人霸凌 谁在笑刚才 我们那时候上幼儿园 会家长给你装一些零食 那天我爸和妈 就给我装了两颗杏 放在书包里 那我背着去上学了嘛 等到课间的时候 其他同学把零食拿出来吃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我也带杏了 那我就把书包 从屁股底下拿出来呗 当我把书包打开那一刻 两颗杏变成一坨杏 我同学就很慌张 说 天哪 小汤 那你带爸爸上学 当时全门就炸了 就说小汤带爸爸上幼儿园 当时我就很为难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个姓啊 我就想需要有人救我 那在场只有一个成年人是谁 是老师 我就看着老师问你救我 对吧 帮我解释一下 告诉他们这个是姓 不是爸爸 然后老师真的救我了 他带着我去厕所洗漱包去了 之后全幼儿园都说 小汤带着爸爸去幼儿园 他们开始孤立我排挤我不理我 但这个事又很莫名其妙 是你们分不成姓和爸爸 但是被排挤的是我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反讽 或者自嘲的风格 我喜欢这样 因为我做透口秀 我希望的是 包括姓和爸爸那个段子 其实是真事 但我希望的是 让大家去想一想吧 这个其实是很好笑 但可能对于我来说 又没那么好笑 我就想向大家能够认同一点 就是并不是每个欺负的人 他被欺负都是有原因的 可能有时候唯一原因 就是我们随着集体的思维 随着大六 去做一件错的事情 我对汤仁达的第一印象 好得不得了 我们对这种语言表达能力 很强的选手 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 你在做酒吧之前的时间点 是在百度工 对 为什么要走呢 不是挺好的企业吗 自己当年比如说 想当作家 想出去试着 经历更多的生活 所以你还是挺向往 自由的一个人是吧 我觉得自由是相对的 那为什么现在又要出来呢 上班我也希望的是 比如说是类似于稿子 文案创作呀 我希望这样的 对这方面偏向更大一点 你是希望工作地点在盘景 对 或者是辽宁井内吧 我也能放 以外的绝对不考虑 基本上是绝对吧 最好是能在家里上班创作 对 想得美 但是要实话实说嘛 我猜你之所以 现在要出来工作 是酒吧不挣钱吧 要不然我想不通 你为什么又要出来上班呢 你那个工作得那么快乐 因为我一直说 想当作家 想做创作 但我没有任何 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这是在骗子界 那你所说的 这个文化传媒类的文案策划 主要是哪一个部分呢 有些人是写剧本 有些人是写营销的一些文案 有些人是写一些自媒体的内容 你到底写什么呢 我比较偏向的是 营销文案和自媒体内容 那你要多少钱 我没要求 我要精力为主 你必须要说一个最低底薪 这跟顺嘴呼舟一样 四千 三千 三千也行吧 两千 那不要问我了 那两千吧 那抽准 火一下就拱上来了 没有一个人求职 是为了做功 每个人求职 一定都有一个目标 而他说 这个也不在乎 做什么也不在乎 多少钱也不在乎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着 他对这个结果 下根就没有重视 我不太认为他那酒吧不赚钱 我反而认为就是说 你看他刚才说找工作的时候 也希望再盘解 那潜台词里面 其实表现的就是 我如果能二者兼顾 那是最好的了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 他这次来是来打广告的 我觉得他今天来这儿 只是纯属无聊 闲的 对 因为可能是因为他本来酒吧的 不一定赚钱或不赚钱 我是觉得包括他说 两千 三千 四千 他真正的没有了解 这个岗位的最低的一些的 这个比如说岗位职责货 也好或者岗位收入也好 根本都不清楚的 他还想在家里干 随机的 所以他找的不是工作 而找的是一个活 我觉得 我质疑的依据 是他刚才对 你找的是活 对吗 对 所以未来定位和收入的 这种不确定性 其实当时辞职吧 挺任性的 因为当时收入我觉得还算可以 然后辞职后就是想定个计划吧 然后看能不能实现理想 我想的是说 作家我最终的理想是 我写的东西有人看 我说的话有人听得进去 那么我直接靠作家 成为出名的话 我感觉是不现实的 那我想了一个新的媒介 就是酒吧的脱口秀 至少在那里边 三五十个观众 他们会耐心地听我在说什么 包括写东西啊 我觉得需要一个人 带着我去上路 因为一切都是我自己在 闭门造机也好 我希望是这个工作能 钱多少无所谓 让我去经历 让我知道该怎么去系统的 正常地做这个事情 现在互联网高度发达 其实没有必要都在同一个地方去办公 就比如说我们自己 整个团队都会分散在全球各地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运营环境 关键是你公司能不能提供这种岗位 他们可能觉得我对这个工作的需求度 没那么大 但是如果拿到工作的话 我的认真度和付出 我是敢保证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90后还那么大部分的通病 欠缺点起脚钱来够的那种 魄力或者是说那种 想要的那种渴望 好 来 第一轮选择 徐霍环境 天生唯有才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马云说 今天中国这些公司能够实行996工作制 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你怎么评价这句话 这个文章我看过 马老板后来还说 就是想成功的人会甘心享受996 但我觉得马老板说的不对 对我来说我要的成功 不是说一个数字一个薪资 是我这一生经历了什么 我不想我人生死了之后 我的自传里是一堆表格或一堆数据 你认为哪是成功 就决定了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对吧 然后马云老板说996是福报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 我们很多人会把一些东西包装成福 吃亏也是福 那你想吃亏吗 你并不想 很多人愿意坚持996 它并不是因为什么 并不是说因为我爱你这个工作 是因为你有资源 你给我钱 我失去不了这份工作 主要是我自己是不太会认为 这个东西是福报 而且如果我有严功的话 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去做 我觉得情商还是挺好的 你刚刚那番话里面讲到说 这个福报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在享受 原因是因为我们跟马云不一样 马云做这件事情是主动的 是为自己的 很多创业者的老板应该有这种心态 为什么很多职场的上班的白领也好 或者职场人 为什么觉得996工作都是为了老板呢 难道都不是为了自己吗 你不是为了更好的升职加薪吗 你不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发展吗 我现在对升职加薪没那么大的奢求 我现在想要的是 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应该给家人 给爱好 给自己的理想 给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刚好是个有梦想的人 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你要不要努力呢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运动员 我是一个什么科学家 那个时候你是为你自己了 对不对 我们没有必要胶着在 就要不要努力这件事情上 马云老师他也努力 但是他不是说24小时都花在 当英语老师这份工作上了 刘源源 你如果你公司招人会招他吗 我现在驾驭不了他 为什么呢 我很诚恳 因为我觉得一流的领导 是用目标去领导的 用途径领导的 二流的人才是用任务 用地桥 我是三流的 不是你不知道他的原因 是因为驾驭不了他 还是还有别的原因 我很诚恳地讲 土肥老师 一点都不带撒谎的 我觉得这个男生今天站在这 我很为他骄傲的一点是 现场你问所有的人 愿不愿意996 愿意吗 喜欢吗 我觉得大多数人不喜欢 他们之所以996是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 这个价值观到底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最对的价值观就是什么 就是法律 你现在法律规定了 比如说你们公司 一天工作八小时之后 就是员工自己的时间 那么那就是他自己的时间 他去练摊也好 他去网上聊天也好 那是他自己的自由 那你说项目来了 996 我给你奖金要不要干 那要不要干 选择是他的自由 所以我认为这个价值观 没有问题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 996跟金钱在一起 如果说996还不跟金钱挂在一起 那就纯属耍流氓了 我跟你说绝对不是耍流氓 为什么 今天他不够加钱 我也会救流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他要的是他的成长 当你给他积累 给他学习的时候 把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也给他 因为他也要养家 我认为对这个社会来说 最健康的一种发展模式就是 所有人的付出有回报 我们自愿去参与 然后我们家庭也幸福 工作也愉快 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说一个经历嘛 就是我以前也做过员工 不仅仅是996 我当时在北京来的时候 我是早晨8点钟就要上班 我们那个公司是这样的 晚上6点钟总经理召开会 晚上9点钟 董事长召开核心层的会 那个会就没谱了 因为公司有2万多人 有一次召开到早晨1点钟 老板记 我现在记得老板的神情 拿了一个烟 说我听说某某 他每天工作到早晨3点 他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有点懈怠呀 我在那工作了3年 偶尔休息一个礼拜六的半天 我都觉得内心很愧疚 但是我现在感谢以前奋斗的自己 我在北京的两手空空 我没有图类老师有才华 没有马瑞那么帅 那我凭什么呢 我只能凭奋斗 所以我感谢 我感谢我那个时候成长 难道我晚上6点钟一到 我手抬起来 人事部加班费 这样行吗 不行的 我们要看长远 我觉得还是向奋斗的致敬 谢谢 在企业的管理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员工他到底有没有 在这岗位上 他效率到底有多高 所以我认为说其实 不能够过于地去强化这个996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愿不愿意加班 我们愿不愿意心情工作 跟我们的人生阶段是不一样的 我们愿意心情工作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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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室 我们愿意心情工作室的工作室的工作室的工作室 我们愿意心情工作室的工作室的工作室的工作室 我在想 我们可能只能自个干 融入不了集体 再见 各自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想要什么 然后去为那种卷择去负责就好 下来之后还是继续做自己的喜剧社 现在票卖的还挺好 然后还有酒吧